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啊,这个孤独成为了年轻人的一大标志,网上大把的鸡汤文, 比如什么一个人的独处不是孤独,在喧闹的人群中,被无趣空洞的灵魂围绕才是真正的孤独。 让自己有趣起来,跟自己做朋友,还有越长大越觉得,照顾好自己,就是不给人添麻烦。 总之是各种口味,任君选择。 本来说,像中国这么多人口的国家,你能找到一个没人的地儿都得翻山越岭, 孤独是件挺奢侈的事儿,但是年轻人们就是能做到,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回家, 一个人玩手机,一个人看病,愣是把这么熙熙攘攘的环境,打上了青灰色的滤镜, 用实力把日子过成了冷淡风。 前几天,一则消息是冲上了热搜,叫中国超2亿人单身,来源是民政部的数据, 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就达到了2.4亿,独居成年人超过了7700万。 几年后啊,这个数字是只多不少,大街上遇到五个成年人,就有一个是单身。 这老百姓连谈恋爱都不愿意,更何况结婚生孩子了,这事儿不仅父母着急,那国家也没少跟着使劲。 就连2021年春晚小品都出来恶心人,大喊着单身是狗。 但是啊,甭管你怎么威胁恐吓,软磨硬泡,年轻人都是直接躺平当闲鱼,死活不恋爱,不结婚。 逼得央媒都挠着头询问,你们到底是为啥死活不脱单。 哎,网友们自己说,主要有四个方面,穷、忙、虚、挑。 第一个穷字是非常好理解啊,也就是收入不够高攀这物欲横流的世界, 梦想再不动这风雨飘摇的小舟。 单从一线城市来看,数据显示,40%左右的单身青年都处于月光的生活状态, 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呢,跑不出几大类,房租、水电、食物、外加买衣服、化妆品、球鞋和追星。 微博的工资给自己花才将将够用,你要是想谈个恋爱,不管干点什么都得网上加支出。 你想啊,你得出去吃饭,逛街,看电影吧,是不是还得时不时买点小礼物。 一顿饭两百,算是平均价格,带人家吃十几块的麻辣烫,你这个对象也不用处了。 但是这个道理很多家长不明白,所以总怂恿孩子出去转转,万一能暴着白再骗着猪呢? 你也没法跟他们解释,说现在的社会太复杂,跟你们年轻时骑个自行车逛逛公园就拿下,已经不同了。 你说说,这逛街一条裙子就是五百,看电影两张票就要一百大洋, 再算上来回打车和小饮品,出去约会一场,花个千元都算好的。 关键是这一礼拜最少约会一次,一个月也就是四千大洋。 有的家长财大气粗,直接资助,让他们出去约会,也有的家长对此表示不信。 结果呢,当孩子扒拉着手指头给他们算恋爱的基本支出,再加上平时自己的生活开销。 要真想干这事,工资最起码得过九千,这叫恋爱门槛费,之后啊,就迎来拖鞋乱飞, 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子的咆哮。 问题是,在中国的年轻人,巴拉巴拉有几个能月入九千的, 要是真挣到了这个数,有哪个不是忙的脚打后脑勺的? 哎,这就讲到了年轻人脱不了单的第二个问题,忙。 加班,玩命加班,每天996007不说,你手机还得24小时待命,听候领导的号召。 前两天那期节目里讲了,年轻人爬长城到一半,拿出了电脑,在雪山缺氧还得回客户电话, 更有甚者,结婚婚礼现场还得赶工,就这生存环境还谈恋爱。 作为一个社会底层打工人,根本就没有时间想那些亲亲我我的场面。 好不容易周末能喘个气,谁愿意出去陪校装温婉或清高啊。 约会花钱费化妆品不说,吃喝也并不顺口,对话也从不走心, 索性也就互相都体谅体谅,别出现在对方的世界之中。 而第三个原因虚,也就更扎心了,现在年轻人身体不好,也不是新鲜事儿。 在六七十岁的大爷大妈还猛跳广场舞,重走青春路的时候, 很多90后们就已经开始了保温杯里泡枸杞,护发养生和泡脚的征程。 老人们想着如何活得更好,年轻人却在思考如何活下去。 所以呢,这次国家以养老金亏空,年轻人领不回钱为要挟,吓唬老百姓,说老无所依, 结果呢,是收效甚微,因为年轻人很自信,觉得自己的身体, 再加上常年熬夜的操劳,肯定看不到那时候的太阳。 谈恋爱费体力,你要再进一步还费精力,与养生之道不符,还是单身靠谱,养精蓄锐,故本助缘。 不过前面这三个原因,并不是年轻人单身的主因,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最后一条,挑。 中国人口普查显示,大部分的圣女在城市,大部分的圣男在农村, 这两方是一个期待白雪公主,另一个不要黑毛小驴,互相看不上眼,导致了匹配的可能性为零。 再加上高房价、高彩礼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,也让大家觉得要么不解,要么就物超所值。 所以挑选挑剔是挑花眼,总觉得这个不合适,下一个更好。 最后甭管是待在家里与世隔绝的,还是出门积极相亲的,居然都殊途同归,回到了单身的老路上。 要说这个单身的问题,央媒就多于发问,毕竟答案早就藏在那社会语法的案例里,挤成罐头的地铁上。 这种社会因素、外加经济问题造成的顽疾,绝对不是你催一两局婚就能解决的。 既然改变太难,人家倒也不问了,转而向全社会公布一种喜人的经济发展新方向,叫单身经济。 从一人十,单身公寓,到迷你唱吧,个人旅行甚至婚纱照。 你还别说,虽然约会的钱花着肉腾,但是给自己买东西,那还是快乐成双的。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明白人生苦短,所以玩命的花钱越挤,把每一天都当狂欢。 很多人养起了宠物,虽然自己单身,但是不忘花大价钱给自己的猫猫狗狗找对象。 一个人虽然看上去孤独,但是可以随心所欲,不用迁就他人。 而独自面对生活,也锻炼出了坚毅的性格,体验了别样的成就感。 所以这股单身的热潮,不仅没有被打下去,反而勾搭着无数结婚了的夫妻,勇于离婚, 导致了中国家庭也开始呈现单身化的趋势。 比起专家们的抓耳挠腮,父母嘴里的家门不幸来说啊, 其实单身还是结婚,并不是世界末日般的选择,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状态, 哪个在这个时间适合你,你就选择哪个。 两个人有拥抱温暖的快乐,自然也有迁就改变的折磨, 一个人有随性肆意的洒脱,也有清冷孤寂的落寞,就像玫瑰的花和刺是同时存在的。 很多在感情里磕磕绊绊的人,一面单身一面又渴望爱情, 但更多匆忙走向婚姻的人,却在锅板瓢盆中吵着闹着,最后累了散了。 婚姻或单身都只是一种形式,不管选择哪种,都不应该被唾弃或斥责。 而哪种生活方式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是否每个人都有能自由选择的权利, 不被世俗、舆论带上枷锁。 单身不意味着不幸福,而多元的生活、包容的态度也是一个社会发达和自信的标志。 当然,这么温情的话,高级的思维,那专家官员是不会说的。 毕竟共产主义就是要抹去个人意识,抛去自主选择。 为了保证有韭菜,肯定还有更多恶险人的政策,咱们呢骑驴看畅板,走着瞧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觉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单身呢? 比起谈恋爱、结婚,一个人有啥不为人知的快乐呢?